古代娶不到老婆的人,如何传宗接代,方法让人汗颜。 要说,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在乎的是什么,毫无疑问绝对是传承,也就是俗话说的传宗接代,古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再加上各种战乱灾祸,所以大家对于男性劳动力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于是乎就出现了有钱人家的三妻四妾,妻妾成群,那么问题来了,那些没有钱娶妻生子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男婚女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聘礼,那些有钱人家自然不会担心给女方聘礼。 可是,对于一些穷苦人家来说,能维持吃穿就已经是勉强了,又有什么办法去拿出聘礼呢?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于是,在古代封建时期,想要娶老婆传宗接代,但是却拿不出聘礼的人,就想出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步伐有一些方法超出了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伦理道德底线。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代那些让人三观乍裂的故事。 对于那些贫穷的男人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彩礼,就很难迎娶到妻子。 那么他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很多情况下,附近的家庭或同村的人会选择互相交换家中的女性,有些家庭甚至更加令人愤慨,直接进行妻子的交换。 我们先来谈谈交换姊妹,这指的是彼此关系较为密切的两个家庭,他们家中都有代嫁的女儿,但由于经济结局无法娶亲,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家庭会选择将女儿交换给对方,让他们成为对方儿子的妻子。 这样一来,两个家庭的儿子都能找到妻子,完成传宗接代的责任。 古代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 讲述了张三和李四这两户人家的遭遇,张三已经年过四十,仍然是个孤独的光棍,而李四则相对年轻一些,接近三十岁。 这两个家庭都有年轻的妹妹,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要被父母嫁到对方家中。 张三的妹妹相对条件较好,而嫁给李四的妹妹则遭遇了真正的不幸,因为她要嫁给的丈夫年纪已经可以当她的父亲了。 李四的妹妹感到非常愤怒,她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抗议,但却遭到了父母的严厉责打。 他们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着女儿,同时告诉她,你嫁过去。 你哥哥就有媳妇了,你能为哥哥成家做出贡献,这也算你有一点用处,不要不知好歹。 李四的妹妹的抗议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她还是被强行嫁给了那个年纪已高的丈夫。 李四的妹妹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本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和伴侣,然而,她却被迫接受了一个不公平的婚姻安排,使她的人生充满了痛苦和失望。 古代社会中存在着更加令人震惊的现象,那就是妻子之间的交换,有时候,当一个家庭的男人和他的妻子无法生育子嗣。 而另一个家庭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就会考虑交换双方的妻子,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生育的愿望。 然而,这种决定完全没有考虑到妻子们的意愿和尊严,她们被当作一种工具,仅仅是为了传宗接待而存在的工具。 在这样的交换中,女性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她们的意见被完全忽略,被迫将自己的婚姻和生育权利置于他人的决定之下。 让我们通过一个故事来更加深刻地感受这种情况。 在一个古代的村庄里,生活着两个家庭,他们分别是王家和杨家。 王家的男人名叫张三,已经多年与妻子小红结婚,但却一直无法迎来自己的孩子。 而杨家的男人刘四和妻子小芳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在村庄里,关于张三和刘四的婚姻问题成了众人的议论焦点,有人开始谣传,说如果张三和刘四交换妻子,或许就能解决他们的生育问题,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两家人的耳中。 然而,对于小红和小芳来说,这个消息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发言的机会,他们只能听从家人和社会的安排,成为传宗接待的工具。 在交换妻子的那一天,小红和小芳都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对方家庭的门,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内心的痛苦和羞辱,将自己的身体和感情拱手让人。 这个故事让人深思,女性在古代社会中常常被剥夺了自主权和尊严,她们的婚姻和生育权利被他人随意支配,这种不公平对待使女性的人格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们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在古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极为残酷的点妻制度,这种制度让人们震惊不已,点妻,字面意思即点当妻子,就是将妻子出租给他人换取金钱,作为传宗接待的工具。 汉书上有过简短的记载,如果家中男子无法更作,女子无法纺织,为了维系生活,男子便只好嫁妻麦子,这种行为即使是大汉律法也无法禁止,虽然从道德方面来看,这种行为有些不近人情且十分的不公平,但也恰恰说明了,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低到甚至可以用来做交易。 尽管这种行为在今时今日的人看来有些欠妥,但谁叫古代的人口数量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呢? 为了促进人口发展,古人不得不采用这种婚配方式。 古人更是将这种交易称作点妻,顾名思义丈夫可以将自己的妻子当作一件物品来典当,而被典当的女子也会受到很多限制, 比如他们不可以回到原来的家中看望父母,不可以和原来的丈夫有接触,也不可以看望和前夫所生的孩子。 点妻看似是一种不正规的交易,但当时的官府却有专人将这种行为正规化。 专人会严格规定交易的流程,比如必须有媒人,有品书,随后才能正式迎娶,这样看起来被典当的女子,有些像改嫁了一次, 这个过程可以让前夫家得到一些钱财,新买到妻子的丈夫所花费的钱财也不会很多,唯一受委屈的只有改嫁的女子。 被典当的女子要告别原有的生活与家人,忍受骨肉分离之苦,随着时间的流逝。 点妻这一习俗一直在延续到了明清两代,点妻这一习俗发展到了顶峰,这十点妻不必再偷偷摸摸,他们可以和正常结婚一样。 举行婚礼,置办酒席,除了点妻以外,在古代还有换嫁这一习俗,所谓的换嫁便是指女方家不收聘礼,将自家女儿嫁给穷人家的男子,随后娶了妻子的穷人家,再将自家女儿嫁给女方家的男子,双方花费极少,等于是交换女儿来完成婚配。 古代除了点妻与换嫁两种方式可以帮助穷人家完成婚姻大事以外,还有两种方式也可以帮助穷家子娶妻,一种便是民间所谓的童养习。 古代贫寒家庭会提前收养流浪女,或是花费一定量的金钱跑到外地抱养一个女童回来。 当养在自家的女童成长到十三四岁,就可以和儿子成婚延续相伙了。 另一种可以帮助穷家子娶妻的方式便是亲上加亲,男子迎娶自己的表姐或是表妹。 古代讲究门当户对,大户人家的子弟娶自家表妹为妻,是为了门当户对,亲上加亲。 比如,汉武帝迎娶表姐陈阿娇,李白娶了自己的表妹等等。 而穷人家也是如此,穷人家的儿子迎娶自家表姐或是表妹,自然也是不用花费大量的彩礼钱。 两家人都能省钱,孩子们又都彼此了解,知根知底,自然是双方父母喜闻乐见的。 宋朝之前亲上加亲,姑表成婚的习俗还未成被明令禁止,但到了宋朝,宋朝律法却开始明令禁止这一行为,宋法规定。 凡是姑表成婚者,男女双方会被判个账则一百,夫妻离婚,到了明清两代,律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男子若是娶了姑姑家的姊妹,或是舅舅,宜家的姊妹将为账则八十,虽然宋、明,清三朝都有相关律法,明令禁止姑表成婚,但由于积析一身,朝廷颁布的法令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朝廷虽然出台了律令,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会表现得十分宽容。 随之禁止姑表成婚的律法,便等同于虚设,到后来清廷更是废除了禁止姑表不可成婚的规定,随之表兄,表妹走入婚姻殿堂,便被光明长大的被延续了下来。 这种陋习一直在民国时期,还是没有完全消逝。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管理部门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难堪,开始出台了正式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限制此类事情的发生。 归根结底,典七这种现象的发生都是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对于穷苦百姓的剥削和践踏,使得老百姓没有和活路,只能出此下策。 在现在这个繁荣的国家,这种事情是根本不会再发生的。 这种故事会对于穷苦百姓的法律。